如果你今天是利用我剛剛講的 這個報表篩選器 一樣就是把你要的 性別 然後教育程度 跟那個月收入 先通通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 這個報表篩選裡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針對什麼 比如說全部的 性別不分 然後教育程度的話大專以上 特別注意 它預設的話呢是只能單選 所以如果你要選大專跟大專以上的話 這兩個都要選的話記得 在那個 報表篩選裡面 你要改成就是打勾那個 選取多重項目 也就是你要篩選的東西是 一個以上的條件的話那這邊就是 打勾 並且 把大專跟大專以上 OK兩個把它打勾 這樣的話就是表示我要這兩個項目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月收入部分的話 一樣 就是多重選取 它是3萬塊以上 假設我今天 收入不是全部 是3萬塊 就是 3萬到5萬 5萬塊以上 這兩個 那按確定 可以篩出我們要的結果 那當然呢如果你今天呢 你不是要用報表篩選的話 而是用那個 不過這個可能後面 的方法 限定是在 2007以後的版本 所以這個把這些 這些報表篩選我把它拿掉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用那個 所謂的 這個 在選項裡面有個叫做 交叉分析篩選器的話 那一樣 其實就跟剛剛那個 報表篩選 你可以第一個移動它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讓它放大縮小 第三個可以變換顏色 比如說你今天 旁邊空間實在不夠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OK這邊其實是可以放大縮小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兩個 你可以把它往下壓好了 這樣的話 比較不會佔空間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把顏色從來變一下 每個都 這個藍色的 看起來 不好分辨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第一個啦 你可以就是 換個顏色 換個有點 比較 像紫色 那月收入的話 你可以把它換個綠色 那性別的話呢 也許 再把它改一個 這什麼 淺色 這個 有點藍 一個點紫 好啦 反正就顏色不一樣就可以 做個區隔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其實可以把它放大縮小 接下來的話呢 我可以把那個篩選 先清除 不過感覺好像我做過篩選 剛剛爆表篩選 好像它會被 記錄在 這個裡面 等於兩邊好像是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 它好像篩選結果都沒有變 兩邊好像 所以其實 那個 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等於就是 爆表篩選的進階版 或者叫做視覺化版 讓它看起來 比較漂亮一點點 但實際上做的事情好像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它取消一下 清楚 但是呢 它的用法又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如果你要選取的話 比如說我要選這個 男生 女生 但是你現在呢 只能夠 選取其中之一 但是如果像剛剛那個 報表篩選裡面是可以多選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 它沒有那個多選 重複選的 而且它也不會提示你 只要如果你要多選的話 記得要多按Ctrl鍵 這邊的話 Ctrl鍵按一下 兩個才一起選 不過我發現它沒有提示你用Ctrl 會不會有人 只知道點一個 它不知道其他 其實你可以多選幾個 所以如果你要多選的話 記得按Ctrl鍵 其他的話呢 我要大專以上的 所以先選大專 然後再 按Ctrl鍵 大專以上 這樣子的話呢 大專以上的也會被選到 再來的話 月收入 如果是要 3萬塊以上的話 那就是 3萬到5萬 5萬到 在上面 這是取消一下 這個 先選一個 然後再按Ctrl鍵 按Ctrl鍵呢 才可以多選 那其實實際上 做出來結果 好像是一模一樣 各位可以稍微 比較一下 所以如果你是舊的版本 那至少 你可以用所謂的那個 報表篩選 如果你是新的版本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交叉 這個篩選 分析 這個 這個結果 那這邊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把這邊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再 把它的 相關外觀美化 另外如果你要把它刪除的話 比如說你覺得 這個放在這邊有點礙眼 你希望把它刪掉的話 那其實也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刪掉它的話 有不要放上去 按Delete 其實就可以把它刪掉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物件一樣 假設這個我不要 把它刪掉 這邊的話 一樣 把這個 選取 Delete掉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三個 就通通被我刪掉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有關那個 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的美化與刪除 OK 如果你沒有這個功能 像2007 2003的話 那你就是用那個 報表篩選 視作看看 我可以把這個 能夠感動 讓我感動 讓我感動 死亡 我可以感動 這是一次的